以下是天下簡報 拜登政府今天宣布 由於新冠病例的增加 将会在全国氛围内 将交通工具的口罩令延长15日 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指 将会延长原定于4月18日到期的口罩令 直至到5月3日 以便有更多时间 研究现时绝大多数病例感染的BA2Omicron子变体 Twitter投资者马克·贝恩·拉塞拉 于昨日在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马斯克未能够在法律规定的10日内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Twitter股份的购买情况 以便能够以更加低的价格购买更多股票 拉塞拉的诉讼代表了Twitter投资者 寻求杂仔诉讼的地位 这些投资者在关键的11日期间出售股票 所以错过机会 若果马斯克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披露他的投资 他们原本可以从中受益 各项行动要求陪审团 对于未指定金额的补偿性 和惩罚性损害赔偿进行审判 美联社圣地牙哥报道 加州上诉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 强生公司必须向加州支付3.02亿美元的罚款 以欺骗圣地推销女性骨盘网值入物 上诉法院坚持认为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Ethicon对于产品所带来的风险方面 故意欺骗医生以及患者 强生公司表示将会就上诉法院的裁决 向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法院的裁决 令到法官原管评估价3.44亿美元罚款金额减少了4200万美元 星期二晚文图拉圆Camarillo地区的一间正在施工的4层酒店发生火灾 大火在晚上7点左右开始 该建筑位于靠近Camarillo Outlets 在101号高速公路的Las Posas Road出口附近 截至到星期三凌晨5点 大部分的大火已经被撲灭 星期三上午该地区的道路仍然封闭 调查人员说火灾发生的时候 有建筑工人在场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姓贝纳迪诺院治安部门说 昨日下午6点半钟左右 一名9岁大的女童 在菲特ville的维克多谷救物中心 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受伤 随即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 事案疑犯逃离现场 案件原意未决 警方说尚未找到枪手 也都没有立即获得对疑犯的描述细节